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店长花了一天的时间 我们拉了一台机器 因为我们预环店马上就要开业了 我们预环店跟较将店一样 也是主要做贴模这个业务 然后车衣也主要是做专车专用的车衣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是做专车专用的 但是做专车专用的 你就需要一台机器 材模的机器 还有一套材模的数据 还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会材模的技师 材模的机器 我们一直将店里面用的都是日本的日土 然后刚好朋友的店里面 因为他原来主要做贴模这块业务 现在主营项目换了 换成其他的 所以贴模这块 他们店里面本身一个月 现在也贴不了几个车了 有其他的主营项目赚钱 加上他们说有贴模的话 他们一般也都用手工来裁 因为还要花几万块钱去买个数据 算起来并不划算 所以我们就去把他的机器给转过来 现在机器已经昨天晚上拉回来 已经摆在这里了 然后昨天是用我的车去拉的 我ES8是真能装的 但是昨天在拉的过程中 我们在高速上面 隧道里面可能在行车 然后踩了个急刹车 最后是把我的车 驾驶座的后背 给他戳了一个洞出来 戳了一个洞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吗 看一下 对对对对 这里有个洞 看到吗 这里有个洞出来了 皮戳破了 这个皮戳破了 作为心爱的车 戳成这样 我其实还是比较心疼的 但是我们园区 卧虎长龙 隔壁那边也是做内饰改装的 然后我的对面 这里也是一个做内饰修复改装的 然后我们叫他来帮忙把我们这个东西修复一下 看一下 那人不在 发个消息 我就在了 看到了 刚才去你店里找你找不到 我车昨天拉一个机器从绍兴拉回来 这里被磕破一点皮能不能弄 就这里呢 这里呢 一点点 可以 可以了吗 好 现在这台机器装好了 看一下 还是有一点点磨损了 虽然它磕的不多 但是还是有磨损 跟我们那台机器比起来我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那台机器的磨损 我们这个全摆了 全摆了 就每天几台车几台车下来 把这个做成油漆全摆掉 现在我这个车已经 这个洞洞已经补好了 完全看不出来 就跟新的一样 所以我们园区真的是卧虎长龙啊 我们的台州的库泽小镇这边呢 不像外面的这种契培城啊 或者这种综合门店啊 什么都会干 我们这边都是每家门店呢 都干自己专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是专业干贴膜的 对吧 然后刚才那个过来修这个 专门干内饰这一块 内饰的改装啊 内饰这种升级啊 然后还有专门做油漆的 然后专门什么路湖啊 奔驰啊 宝马啊 保时捷啊 这种专修的门店 还有专门做轮骨修复的 对吧 然后做音响改装的 然后还有一些 10S店 10S店 不说一定比外面的门店好哈 但是 我觉得干专业的事情 起码在自己这个领域呢 可能经验会比其他的综合门店 会更丰富一些 对呢 这个呢就是 我们去为了 拉一台机器 把自己的车 皮给弄破了 然后修好了这么一次 经历啊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